Keword and Trend 全球關鍵字 陳太根文現在要帶大家看起來是學英文了 好 Many have called on comedians to boycott the Oscars After Will Smith slapped Chris Rock on stage at the award ceremony Yes, that's right Many are not only condemning the Oscars But also calls on people to boycott Will Smith 各位觀眾朋友們早安 剛才陳香我說 因為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男性威爾史密斯衝上台 給頒獎人克里斯洛克一記耳光 引發許多人呼籲喜劇演員 要來杯葛奧斯卡 我說沒錯 很多人不知譴責奧斯卡 也有很多人揚言要杯葛威爾史密斯 好 所以我們看到兩位當事人 目前都不打算要訴諸法庭 但是這件事情的高度的關注 還是可能會有很深的影響 畢竟這是第一次在典禮上面 發生這樣一個violent暴力的事件 傳出影藝學院可能會考慮 要收回Will Smith的講座 沒錯 這起驚爆耳光事件 真的是掀起了很大輿論風波 杯葛聲浪也越演越烈 然而最近不斷上演的杯葛行動 還不只是奧斯卡這件事情 杯葛俄羅斯的聲音 進階成了主流的輿論 所以杯葛這個英文單字 大家可不能不知道 全球關鍵字 再帶你來看到 杯葛 Boycott這個單字 我們都知道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各國都在抵制 或者是杯葛俄羅斯的產品 尤其是俄羅斯的石油 和天然氣等等 美國和英國都已經宣布 禁止進口了 除此之外 不少企業也紛紛 從俄羅斯的市場退出 像是可口可樂 麥當勞 Nike等等很多的廠商 也都暫停在俄羅斯販售 自己大多數的商品了 很多公司組織或者是活動 也都盡量切斷和俄羅斯的關係 然而最近 德國的柏林愛樂管弦樂團 近期的音樂會 由來自俄羅斯的表演者 也引發了很大的爭議 甚至有人直接 職業要杯葛這場音樂活動 接著我們就來看到 這則德國媒體新聞中的 一段文字 上面說 Ukraine's ambassador to Germany on Sunday 為烏克蘭駐德國大使 在周日的時候 Boycotted a Solidarity Concert Husted by German President Franck Waller Steinmeier 背格了一場由德國總統 史坦邁爾主持的團結音樂會 Protesting that the soloists Featured on the program were all Russians 卻是為了抗議活動上的 獨奏表演者都是俄羅斯人 那麼事實上 這場音樂會有來自德國 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國的 音樂家表演 但是唯獨兩名獨奏的表演者 都是俄羅斯人 所以這引發了人家的不滿 柏林愛樂管弦樂團 不是德國的嗎 德國不是北約成功國嗎 你應該是要力挺烏克蘭的 因此烏克蘭之德國大使 梅爾尼克就看不下去了 他在推特上直接說 在對平民的戰爭期間冒犯了 抱歉我離席 他的意思是要離席這場音樂會 等於是說他要杯葛這場音樂會 不過隨著杯葛的聲量越來越大 當然也有人覺得反俄羅斯 不應該針對單純的音樂人 那麼根據英國衛報指出呢 俄羅斯傳奇 俄羅斯一傳奇 芭蕾舞天王 芭蕾史尼科夫9說 不要因為戰爭和國家的政治決定 而去懲罰俄羅斯的藝術家和運動員 他說因為這些人 畢竟也是有家庭的 政治應該歸整治 所以現在呢 不管是在體壇啊 藝術界、音樂界 雖然杯葛俄羅斯的聲浪持續延燒 但不少人也開始發出另外一種聲音 然而呢 抵制杯葛俄羅斯的事情 接下來可能也只會越來越多 相關的新聞也會層出不求 所以全球關鍵字 帶來人來認識一下 杯葛的英文單字 Boycott 各位觀眾有沒有發現 Boycott前半段有一個boy 但Boycott跟Boy南海這個字是無關的 順帶一提中文的杯葛 也是跟杯子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Boycott這個字呢 它既是名詞也會拿來當作動詞 我們要Boycott什麼東西 所以經常被拿來當作動詞用 不過呢Boycott在英文裡面呢 原本不是一個動詞喔 而是一個人名 他來自一個人名 他是Charles Boycott 是一個19世紀的英國退役上位 他在1880年的時候呢 在愛爾蘭擔任一名這個土地經紀人 當時愛爾蘭連年饑荒 可是他卻拒絕在這時候 給電農減租減席 而且他手段非常殘暴 還常常把很多人趕出自己的家園 結果呢 引起了本地人的怒火 於是周圍愛爾蘭人 就開始很有組織的回避 冷落這個Charles Boycott 很多為他打工的人 就開始拒絕幫他收割農作物 各種商家也都紛紛拒絕和他做買賣 就連郵差也拒絕給他送信 等於是遭到全民上下的聯合抵制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 後來這個姓氏呢 也就是boycott 所以時間的推移 就成了聯合起來 拒絕參加 拒絕貿易往來的意思 最後國際政治經濟裡的這個禁譽 也就是用這個字boycott 最中文裡的baker呢 則是來自boycott的音譯 boycott baker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有趣呢 boycott從人名 變成了一種常用的單字 如果是過去式 或是過去分詞 就在後面加個ED就好了 如果是當作現在分詞 加個ING就可以了 那麼最後我們再來看到 一則路透社的新聞例句 烏克蘭外交部長 Ukraine's Foreign Minister 針對歐尚和其他所有的產品 提出baker call for a boycott of Ocean and all of its products 剛剛講到的Ocean Ocean是一個法國的連鎖 連鎖量販店 因為他沒有要退出俄羅斯的市場 所以烏克蘭外長也大喊要 baker他 上面寫說 call for a boycott boycott一個baker 所以這裡的boycott就是名詞了 希望觀眾朋友們 對於baker的英文 boycott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往後看到baker的相關新聞 希望大家馬上就會想到英文 boycott 特別是近期國際的baker 輿論越來越多 像是台灣時間28號 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好萊塢襲記演員 克里斯洛克在台上 調侃男性威爾史密斯的老婆 引發威爾史密斯當場暴走了 衝上台 賞了這個克里斯洛克一記耳光 回到座位後 還爆出口 不只嚇壞現場的人 也可以說震驚了全球 那麼事後的輿論也很量級 很多人力挺威爾史密斯 是愛妻愛護妻的動作 但也有很多人看不下去 說要baker奧斯卡和威爾史密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再帶你回過頭來看 美國男性威爾史密斯走上頒獎台 一巴掌揮向擔任頒獎人的 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 原本現場都以為是安排好的橋段 直到這一刻 不止後方女星露皮塔尼勇歐 表情瞬間垮下來 台下更是一片靜默 只留下克里斯洛克在台上尷尬收場 而一向EQ高的威爾史密斯 究竟為什麼會大動肝火呢 原來是克里斯洛克開玩笑嘲諷 威爾史密斯太座解答的光頭造型 可以出演魔鬼女大兵續集 惹怒威爾史密斯 摔耳光事件發生不久後 威爾史密斯不負眾望 以王者理查博下人生 第一座奧斯卡影帝 撕掉只是票房明星的標籤 他致辭時提到稍早失控 上台動粗 忍不住淚崩 開開玩笑製造舞台效果不打緊 但涉及人生攻擊可就有待上去 因為史密斯太太傑達從2018年開始飽受脫髮症所苦 才會索性剃了光頭 所以才讓護妻心切的威爾史密斯忍不住脫絮打人 而這也並非克里斯洛克第一次在奧斯卡獎上 也與傑達 2016年多位非藝人和導演 抵制入圍名單缺乏多樣性 傑達就是其中一位 而當時擔任主持人的克里斯洛克 不只拿傑達開刀 還大開亞裔族群玩笑 讓球星林舒豪 導演李安等人接連血性抗議 根據了解克里斯洛克這回並沒有向警方備案 至於美國營疫學院據傳正在討論是否收回威爾史密斯的小金人 並且發表聲明譴責任何刑事暴力 只是暴力的刑事除了肢體還包含言語暴力 網路上引發正反兩極反應 而威爾史密斯本人呢 他在妻子和三個小孩的陪同下一塊出席了 浮華世界雜誌舉辦的慶功派對 小金人講座 當然也是給他牢牢握緊緊 好 最新消息 剛剛威爾史密斯大概在台灣時間七點半的時候 已經發出道歉聲明 他上面寫說 他既然成為了他不想要成為的人 那麼正當各界都在關注事情 會怎麼發生的同時呢 美國饒舌歌手吹牛老爹 其實就已經向媒體透露 威爾史密斯和克里斯洛克已經重修就好了 還說他們已經沒問題了 事情過去了 他們還是兄弟 吹牛老爹也說他本人可以證實他們已經很好的這件事情 而事實上 威爾史密斯在發表得獎感言的時候 也已經公開道歉了 有外媒指出一方面也是因為自己的老婆 和另外一位影帝 擔作華森帝等人呢 有在休息時間安撫他的情緒 而且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結束後呢 威爾史密斯更在電影浮華世界主辦的慶功宴上 大秀歌喉 大唱饒舌 心情看起來已經穩定很多 只是各界輿論還是在持續延燒 國外的baker boycott的話題也都還在發酵 希望大家都能更熟悉 boycott這個單字 那麼以上是全球的關鍵字 再把時間交給主播